美容院做了臂液修復手術 后来她又说我这个下巴这里往下掉了 就是说那个下水了 她说他们拉得很好啊 很多人来拉拉拉得很漂亮 她是年轻十岁 一听到可以年轻十岁 麦女士就开始心动了 随后在自己的整容方案上 多加了抽脂以及拉皮两项手術 三项手術下来总共花了六万元 但令她想不到的是 术后无奈问题就来了 这肚腩好像猪腩肉一层一层过山车 这样的感觉 搞到我现在肚腩以前肥也是平的 不是这样的 她说水动力抽脂是不会这样的 她说我的鼻子就萎缩了 我说怎么办 她说萎缩了 她说麦哥杰逊的鼻子就慢慢萎缩成这么小 麦女士说更令自己接受不了的是 面部做完拉皮手術之后 现在一笑就会皮笑肉不笑 麦女士透露自己在做这三项手术前 完全没有见过自己的主治医生 上了手术台才发现手术完全不是按自己预期进行 此外麦女士的朋友刘女士在该整容机构 抽取腿部脂肪进行了面部填充 而随后就出现半边面疼痛不止的情况 除后记者培同麦女士和刘女士来到该美容机构 不过该机构就否认了麦女士所说的面部神经病 二位和她们的手术有关 已经跟手术无关 因为我们也让她在人民医院做了检查 她首先面部表情 还有她的动作 还有什么没有说僵硬 也没有不舒服 然后这个肯定是跟手术引起确实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啊小姐 我没有做脸的时候根本就脸就不会抽筋的 不会跳的 不会人家说我是中风 有任何的鉴定结果出来 然后证明我们这边是真正人为因素 或者是我们技术因素造成 您现在的一个面部的情况也好 我们这边都会非常积极地去配合 至于麦女士肚腩抽之后的情况 月几美容医院就这样解释 那这个跟个人的一个脂肪的一个存活率 包括这个排布情况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也是 是属于成功的 波浪鞋是可以正常的 因为它第一它需要按我们医生的衣助 去佩戴它的这个束缚带 楼湖区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 随后到场 对该机构的经营资质 以及行医许可进行调查 麦女士就表示 该机构并没有提供 当时帮她抽筋的医生的资料 我真的拿去死没见到她 那你们这个患者的那个手术记录那些吗 在那里是吧 看一下是不是这两个医生 对应看一下是不是这两个医生 是啊 但是抽筋不知道 我躺在这里 不是他们两个医生做的 抽筋是另外一个人做的 不知道是谁 我麻醉了 对此 罗湖区卫生监督所表示 目前该机构有医学美容经营许可 但相关医生的资料尚未提交 他们目前没有提供 那个麻醉手术 麻醉医生的手术医生的原件 对我 对我 谢谢 you